你有试过在同一个场合一次过看完来自三大种族最传统的民俗表演吗 那配合今天马来西亚日和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由多个华短组织联合举办的马来西亚日老街走约活动 昨天晚上在慈场街街头热闹上映 八点最热报国庆系列特辑最后一集 要带你跟着记者魏艾文有隐秘的镜头 去重温昨天晚上精彩的街头会演 那绝对让你打开眼界 一个个取灯笼整期排列在桌上 吉隆坡龙雪华堂这里早已挤满了人 不分男女老兽不分种族肤色 大家手拿一个灯笼续续带发 准备游行到此场街 我们今年庆祝马来西亚日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方式去迎接一个全新的纪元 包括刚好今年的中秋节跟马来西亚日就相隔不到一个星期 希望通过这种包容多元文化来迎接不一样的中秋节 跟马来西亚日双席的节庆 拍过大合照 大伙浩浩荡荡 往此场街出发咯 长长的游行队由马来传统鼓乐队带领 队伍中间有五楼和五十队沿路敲锣打鼓重信 还有不少的民族代表穿着传统服装游行 整个游行队伍啊 就像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缩影 当大伙抵达此场街时 舞台早已架好在马路尽头 而台下的马来传统武术表演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 随着夜幕低垂 民众手上各式各样的灯笼睁眼斗笠 有的灯笼啊 还是民众自己亲手做的呢 老街上武士表演者配合锣鼓的节拍 在一支支的高装上挑跃热闹无比 不一会儿潮州嘴子戏在舞台上演 让民众陶醉在传统潮州文化曲织之中 来自不同民族的crossover表演 还不止这一些 阿邦一人分尸多角的马来评语戏 阿邦一人分尸多角的马来评语戏 逗许时则让不少民众开怀大笑 还有还有 与其印度舞者在极了佛最古老的幸福票前 大跳印度祭祀乐舞 这种超阶地气的演出您看过吗 从街头到街尾 来自不同族群和籍贯的传统民间表演 不间断地上映着 让民众大饱眼福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氛围 因为我觉得文化已经慢慢地流失了 就很少见到有这种大型的场合 不只是我们的中华文化 因为在马来西亚里面 可能我们其他有着同胞的文化 我们也必须用比较开明的角度去接纳它 或多或少会互相了解 这样子是一个好的现象 甚至还有来自比利时的游客 忍不住坐在路旁 把眼前所见所闻 用纸笔记录下来 我认为它非常有趣 在每个地方都在一样的地方 看一看每个地方都在一样的地方 是非常简单的 一种的事情 我在马来西亚里的爱情 是因为我认为是一种团队的例子 我来到这里 我现在有我的鱼鱼 我希望这也能够在英国 没有华丽的舞台 甚至我们没有所谓的流行娱乐 没有歌星 没有明星 完全是以民间的歌舞 民间的传统表演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本来感觉上是很华人的这个社区 它变得更加的多元 就吸纳多元 然后包容多元 没有流行歌舞 没有训练舞台 这里有的是让外国游客 也羡慕的多元民族文化交流 这样的马来西亚真的很美 也许多元民族文化交流 也许多元民族文化交流 也许多元民族文化交流